坐在台上身穿深蓝色Polo衫的就是五党级新竹关西 这名代表会主席罗士典 他曾以自救会会长身份出席凤山西污染协调会 不过现在却遭人检举涉嫌诈领出席费交通费等 检调启动侦办 新竹地检署发布新闻稿18日约谈罗士典 因为接获勤资代表会召开定期会和临时会 他本人没出席却请人代签 涉嫌诈领2450元出席费 地检署认为涉饭贪污最嫌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件 不过法院最后裁定3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 4月12号开临时会的时候 我在8点31分请我的副主席代为主持 是因为我接到电话之后 我出去接受民众的陈情 9点多的时候我有签名 我亲自签名的 那我确实没有参加这个会议 内政部的解释函 我们是可以勤领这一个钱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调查站说我诈领 罗士典跳出来喊冤 48岁的他2022年 以无党籍身份参选证明代表 第一次参选就选上 还当上主席 他的父亲担任过多届里长 选民服务多年 平时作风比较暗吧 然后在外面支撑 他是太阳会的成员嘛 看不惯了 他就会用空客 用比较凶的方式 对待地方民众 或是其他明白 罗士典作风 地方颇有为辞 这回又因涉探案引发议论 检方将持续追查 是否还有其他步伐 明星王黄兆康新主报导 MOD自选餐 自由订阅您最需要的频道内容 自选50 自选20 想看最正确 最及时的新闻内容 民事新闻台 是您最重要的选择 还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Who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